来关心中国新闻 大连一艘渔船昨天凌晨被枪风吹一番沉没 船上17个人落水 只有1人获救 搜救人员将近2天的搜救 目前已经巡获了12具遇难者的遗体 还有4人下落不明 大连一艘船乘载17人的小渔船 11月28日凌晨2点左右 在荆州新区码头两海里外的地方 遇上大风浪反复沉没 据报道 落水渔民是通过随身攜带的GPS卫星电话 向有关单位求救 但很显然 民间的速度比官方来得快 截至当地时间28号晚间 只有一名来自黑龙江的渔民被救起 之后便陆续打捞起12具遇难者遗体 都是哪的人 哪都有非人家机 不是一个船 不是一个船的 不是在一个船上作业的 岸边等候的家属忍不住痛哭失声 由于冬天水温在零度以下相当冰冷 增加了救援难度 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 新唐记者唐宇综合报道